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则一件原注目的国际新闻 首先 美国向以色列转让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包括炸弹和战斗机 引发了一些议员的批评 他们指责白宫的做法虚伪 尤其是在加沙平民死亡的背景下 而白宫则为其决定辩护 强调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 接着我们看到美国对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四致政府表示欢迎 这位视为对巴勒斯坦政治改革的支持 同时 拜登政府希望这一新政府能在战后管理加沙地带 此外 我们还注意到了ISIS到ISIS亚洲的活动增加 以及美国对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措施 这是对香港通过国家安全法后的回应 最后 我们还看到了俄罗斯保护朝鲜免受和监察的报道 以及美国对在俄罗斯被监禁的美国人的关注 包括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神克维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可能的影响 美国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引发了假人假意的指责 华盛顿邮帮 拜登政府授权向以色列转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炸弹和战斗机 这一举动引起了议员们的批评 他们指责白宫虚伪 这次转移包括1800枚2000枚2000枚的炸弹 这些炸弹与加沙的平民死亡有关 参议员博尼、桑德斯和杰夫、莫克利都对此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美国不能再提供用于杀害巴勒斯坦人的武器的同时 谴责加沙的平民死亡 白宫为其决定辩护 称其一直正启齿以色列自裂的权力 美国在加沙拉法地区可能发动攻势的威胁下 批准向以色列提供炸弹和战机 半岛地址台 据华盛队邮报报道 尽管公开对加沙地带的局势表示关切 但美国仍在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新的武器包括1800枚MK84型200棒炸弹 和500枚插弹和500枚MK82型500棒炸弹 这些炸弹曾在之前的大规模伤亡事件中被牵涉其中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许多国家和人权组织呼吁以色列允许援助物资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 那里已经出现了饥荒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称这一举动为令人发指 并呼吁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 土地日1976年在巴勒斯坦发生了什么 半岛电视台 每年的3月30日巴勒斯坦人纪念土地日 以纪念1976年30日的事件 当时六名无武装的巴勒斯坦人在抗议以色列没收巴勒斯坦土地时 被以色列军队杀害 一百多人受伤 一百多人受伤 以色列继续没收巴勒斯坦土地 将其化为军事区或国有土地 最近于2024年3月22日 以色列财政部长宣布没收占领的西岸800公顷土地 用于建设非法定据点在国际法下是非法的 他们是在占领的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土地上 建立的仅限犹太人的社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警告称 定居点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扩张 并威胁到巴勒斯坦国家的可能性 美国欢迎新的巴勒斯坦政府 这是对其多次呼吁政治改革的回应 多伦多新榜 美国对于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表示欢迎 这表明美国接受了修令后的内阁阵容 将其视为巴勒斯坦政治改革的一步 拜登政府希望 总部位于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结束后 也能管理加沙地带 美国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是为其在战后加沙地带的首选计划的关键部分 但该机构在巴勒斯坦园中 对细胞采取致命策略转变 南华早报 ISISK 伊斯兰国ISIS阿富汗的分支 已成为全球圣战组织中的重要角色 在最近几个月里在多个国家策划了一系列致命袭击 致命袭击 是由来自中亚的激进分子进行的 其中塔吉克人和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ISISK呼吁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的成员 该组织是基地组织的分支 旨在在新疆建立一个哈里发博叛变 该组织以阿富汗为基地 以土耳其中心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密切合作进行袭击 美国将对香港官员实施限制措施 此举是在香港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后 恒博社美国将对一些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原因是美国认为香港新的安全法限制的该市的公开讨论 将针对负责打压权力和自由的官员进行限制 但具体的名单和时间尚未确定 此举是在香港完成了为期20年的地方安全立法运动之后采取的 该运动因潜在破坏自由和法治 而受到外国政府的批评 联合国对政府的卢旺达计划的攻击 纯属虚伪 英国每日电讯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UNHRC批评英国政府将移民送往卢旺达的计划 称其歧视移民 然而联合国难民署UNH 千名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 这种矛盾凸显了联合国在移民问题上立场的不一致 并对UNHRC反对英国计划的立场提出了质疑 作者还讽刺地批评 未报缺乏受过国家教育的记者的代表性 强调了媒体多样性的必要性 索尔作者幽默地讨论了英吉利海峡的鱼类 因为生活污水排放而充满可卡因的说法 暗示这些鱼可能会表现出与人类类似的效果 如自负和自我迷恋 为什么俄罗斯要保护朝鲜免兽和监察 纽约时报俄罗斯利用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 阻止了对一个监测朝鲜逃避核计划制裁的联合国专家小组的续期 莫斯科此前对该小组关于制裁违规的报告表示欢迎 认为朝鲜的核计划是全球安全威胁 然而该小组最近提供了俄罗斯如何向朝鲜提供燃料和其他物司 移换取炮弹和导弹的证据 该小组的解散显然是全球控制核扩散努力 削弱的又一个例子 美国将对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此举是针对基本法第23条的 南华早报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称 美国正准备对认为在香港打压权力和自由方面负有责任的官员 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他补出说他将证明香港在1997年 移缴给中国之前所享有的美国法律特殊待遇将不再适用于香港 布林肯引用了最近颁布的基本法第23条的例子 该条款对煽动叛乱国家机密和与外国实体的互动的内容 有广泛而模糊的规定 这也是实施新限制的原因之一 美国批准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炸弹和战机 华盛队游泡 尽管担心南加沙地区即将发生的军事进攻 可能威胁到数十万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 拜登政府已批准向以色列转移数十亿美元的炸弹和战斗机 这些武器包括1800枚 MK84型2000绑炸弹 和500枚网炸弹 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录中 2000绑炸弹与以往的大规模伤亡事件有关 包括拜登总统盟友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表示 美国政府有责任在以色列计划在拉法进行的行动中限制平民伤亡 并放宽对人道援助进入加沙的限制才能提供武器支持 拜登暗示对加沙与埃及边境城市进行交土入侵 将是他的红线 美国表示欢迎新一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阁的提名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国务院对新一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阁的提名 表示欢迎 国务院认为重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对于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成果 确立地区稳定至关重要 特朗普不想要你们 拜登新广告针对海力支持者 南华早报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连任竞选活动 正在针对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基 哈雷的支持者展开目标营销 哈雷最近退出了竞选 拜登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则广告 吸引哈雷的选民 并突出了唐纳德特朗普对他的批评 该广告旨在表明哈雷的支持者 在拜登的竞选活动中有一席之地 在关键摇摆州将近57万选民投票支持了哈雷 这可能是他们成为争夺激烈的选战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艾登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尚未与哈雷接触 争取他的支持者的支持 以色列对于叙利亚发动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 包括士兵和真主党武装分子 华盛队游报 据叙利亚国家新闻机构和真主党发言人称 以色列在叙利亚进行了空袭 导致真主党成员数十名叙利亚士兵和平民丧生 这次在阿勒婆附近的袭击标志着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以来对伊朗支持的势力进行军事打击的重大升级 以色列此前曾确认袭击伊朗阵地以及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 但很少提供具体行动细节 这次袭击促使真主党宣布从防御姿态转变为积极追击以色列 据以色列的i24新闻频道报道 美国人在俄罗斯被监禁 写下来会发生什么 英国独立报 随着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降至能占低点 被拘留在俄罗斯的美国人数量不断增加 俄罗斯政府否认利用美国人作为政治筹码 但美国官员指责克里姆林公将他们视为人质 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包括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 格什科维奇 他因间谍罪被关押在莫斯科的列夫托沃监狱已有一年之久 以及来自密歇根州的企业安全主管保罗·威伦 因间谍罪被判处16年监禁 在俄罗斯被拘留的其他美国公民包或去年因涉毒被逮捕的音乐家特拉维斯 立刻在莫斯科的教师马克夫格尔因涉毒被判处14年监禁 以及双重国籍者阿尔苏库国籍者阿尔苏库 库瓦尔马圣瓦和克塞尼亚哈瓦纳 美国政府已宣布格什科维奇和威伦被错误拘留 并一直在为他们的释放进行倡导 近年来美国在与俄罗斯进行高调囚犯交换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功 例如用篮球明星布里特尼 格里纳和海军退伍军人特里弗里特里德交换了军火商 维克托布特和飞行员康斯坦丁亚罗申科 拜登威胁俄罗斯威胁要对埃文和神科维奇被捕周年付出代价 南华早报美国总统乔拜登批评俄罗斯将美国人当作筹码 并承诺美国将对此行为付出代价 他在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和神科维奇在俄罗斯被捕一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这一声明 格式科维奇是自冷战以来在俄罗斯被以间谍罪名摆布的第一位美国记者 联邦安全局FSB于2029日拘留了他 FSB指控格式科维奇试图获取军事机密 但记者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否认了这些指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次大规风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准备